乱砸邻居房子后 跳16楼高垃圾通道 女子昏迷 美国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名女子 把邻居的豪宅弄得乱七八糟之后 又从16楼跳进垃圾滑槽 一路向下溜 结果就进了医院 Steven Lofton接受厄勒冈人报访问时说 这名女子周一午餐时间来敲门 当时她的状态就是躁动疯狂的样子 当她开门的时候 女子毫不犹豫地进门开始砸东西破坏 把她的处处弄得一团糟 后来女子又跑到走廊上 开始跟住在同一层楼的男友打架 Lofton看见此状赶紧关门报警 警方认为女子后来自己爬进了垃圾滑槽 让自己从16楼往下滑 救难人员后来在该住宅的垃圾收集区发现她 女子昏迷不醒 头部重伤 救难人员立刻将她送医 不过截至周二 当地救难人员都没有更新女子的健康状态 这个超隧的屋主Lofton说 这位不知名的女子不是当地住户 是因为跟男友大声吵架 又发生了肢体冲突 大家才开始注意到她 之前就有住户曾经向大楼管理团队 反映过几次这对情侣的状况 不过始终都没有任何处置 结果就发生了这起意外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